看到的是这个夏季的电量 铝创新高到我们的电针的够用吗 尤其是下游传出说 政府要推动的是 离岸风电的产业台电 最多是花9000亿元 要购买离岸风电 原本是期待可以建立 本土的产业链 创造了1.2兆元的产值 但是现在依据 审计部的决算的资料 离岸的第二阶段 临省的西部海域的10个风场 在去年底仅仅能二期打标 九座进度都是落后的 其中海峡一期的风场本土化 目标仅仅达到两成 审计部现在就批评 经济部产巴蜀的态度过于消极 能源专家则是说 历经多年的推动 看不到海外市场在哪里 这么多的钱真的百花了 蔡政府时期就开始推动 离岸风电的国产化 喊出带动1.2兆元的产值 但是多年下来 证明这只是吹牛 也让台湾被欧盟状告 世贸组织WTO 可以说是颜面尽失 不仅于此 过延的国产化政策 甚至还出现了独占的状况 台湾目前只剩下 西门子哥美萨一家垄断 已经有风电业者诉苦 西门子的姿态太高了 价格太贵 业者建置绿电时程 恐怕还得继续往后延 今年来我国的房价是屡创新高 而赖清德总统 他是延续蔡政府的住宅三件 要扩大租金补贴到75万户 期盼可以落实居住正义 相关的政策上路之后 屡屡传出房东借机要涨租金 而现在地方政府还有民团都很忧心说 租金补贴推升了房租的行情 变成越补越贵的居住正义 现在租金补贴就被怀疑说 难道是万灵单吗 但是呢 其实外界比较担心的是 进一步的推升房价 包括了六都的官员 还有房仲专家 看法都很两极 有些人就认为说 房东的确是会算入租屋的补贴 垫高租金的价格 银行升息 还有房价上涨等等的因素 也导致租金水涨船高 但是有人认为关联性不大 还是取决于市场的机制 政治焦点持续要来聚焦 这是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的 假账风暴持续延烧 外界可以说是每日一爆 柯文哲在18号就提出了 四项党务的改革 要成立上后小组 要交由当时的竞选总干事 立委黄珊珊要统筹 今天会开始举行收场的 查账记者会 民进党的政策会的 执行长王毅川 现在就严谓说柯文哲 找来一个相关利害关系人 要成立一个监督委员会 那就很像是会计师自己记账 内积内控签证一条龙 也不要别人插手 柯文哲在2024年要参选 总统开立的政治现金账户 不过其中被发现说 个人捐款的部分 是有高达93.7% 是以现金捐款的 外界现在就对他蛮多质疑的 柯文哲在昨天就表示 这一看就觉得是错的 因为表示当时勾错了 绝大多数都是透过 网络的小额捐款 他们说民众党 哪有这么样多的现金呢 不过其实现在就有 脸书的粉专就提到说 民众党在2020年的 4月3号 当时就在脸书公布 竞选的经费的戏目 直言2020年就可以公开透明 那为什么四年后 2024却变成不行了呢 针对柯文哲的政治现金的风暴 持续延烧 史评论员历史哥李懿收 他现在就指出 柯文哲的商品 小草向木可买 前进木可 柯文哲的阵营 要另外付商品的授权费 给木可 小草的抖内转一手 还是前进木可 柯文哲的租车费用 还有柯文哲的进办要买车 柯文哲给木可租车 依然是前进木可 历史哥现在就认为说 这是木可的一草三哥吗 柯文哲理论上 他有竞选小物对不对 那竞选小物是不是小草会拿走 小草理论上是这样 小草钱给柯文哲 柯文哲把竞选小物给小草 这其实是一种募款行为 他不是一种实质上的买卖行为 但今天木可严重是什么 柯文哲把授权给了木可 木可做了竞选小物 然后木可把竞选小物卖给小草 小草是把钱给木可公司 那你说这样可以吗 很好玩 我们去翻柯文哲的账的时候 发现一件事情 柯文哲有各两笔 一笔叫杂志支出 一笔叫宣传支出的各三百万 然后一笔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宣笔授权使用费 另外一个是文宣笔使用授权费 其实这两个科目是不一样 因为他一个放在杂志支出 一个放在宣传支出 简单来讲柯文哲把授权给了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做了这些东西之后 柯文哲竞选要用 还得去跟木可公司要授权 所以柯文哲要付三百万给木可公司 这样听得懂吗 这样他直接把那些文宣笔摆在他的竞办里面 做宣传之用 然后呢 这个当这个柯文哲想要拿这些宣传品 拿去卖给 来去给人家募款 比如说我要给永平姐说 永平姐我这个妹子一千块 你可不可以套内给我 这个时候呢 这个他又要再付一笔钱给木可公司叫做宣传使用 因为这个这个我要授权嘛 我才可以去把我宣传品 在哪里的宣传品拿去卖出去嘛 那最扯是那笔钱呢 理论上应该也要回到柯文哲竞选账户 结果没有 他变成回到木可的账户 木可开发票给这些小草们 所以其实小草今天所有的钱到最后啊 是一草两割啊 为什么 因为呢这个小草理论上钱小草理论上钱应该是进柯文哲嘛 结果小草的钱小草拿了小物之后 结果小草钱进了木可公司 没有错 你在拿文宣品的时候 那结果呢小草呢 假设小草另外抖内给柯文哲对不对 小草另外抖内给柯文哲 结果柯文哲还是把钱给木可公司去做付那些授权费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查出来是花了很多钱去买那个胖卡宣传车 前据说是柯文哲这边出 然后木可没有买车 那个车但是车在木可名下 所以后来又跟木可租这个车 那跟木可租这个车呢 这边要请民众马上帮我们厘清啊 那木可用这个车再去宣传 宣传之后小草是不是看到木可的车 这个实际上是柯文哲表面上是柯文哲的皮嘛 那里面是木可的路可的车嘛 看到这个车是不是又抖内给柯文哲 可是柯文哲又把钱付给木可去开宣传车 所以是一草三割 所以现在一草三割怎么割呢 第一割就是文宣品是木可赚钱 第二割给柯文哲结果柯文哲把钱拿去给木可做文宣品 第二割第三割是看起来宣传是柯文哲在宣传 但其实是小草付钱给柯文哲 柯文哲又拿去给木可买单 所以是一草三割是这样来的 前北市长柯文哲最近可以说是弊案缠身 先是在台北市议会组成 北市科金华成好台志光三个专案小组调查各项争议 再来就是民众党里头爆发出申报 政治现金做假账的遗言 而现在北市议员钟小平日前就是因为 接获了食乐负责人戴利林的存情 现在要控告柯文哲违反政治现金法 背信罪以及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种种罪嫌 好现在柯文哲在18号的风暴之后呢 首次就跟党内的创新创业委员会的主委 蔡壁如碰面 蔡壁如现在就表示说不会回到党中央救火 会持续留在台中生耕 而很多网友就说 现在可不可以帮民众党插上叶克膜呢 因为他们看起来真的快不行了 提早划清界限是对的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